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他们在线账户相关的信息可能在2020年5月被第三方获取 这些信息包括联系方式 支付卡号 礼品卡号以及用户名和密码 根据一份新闻稿 在可能受到影响的460万客户中 大约310万张支付卡和虚拟礼品卡受到影响 其中85%以上是过期或无效的 尼曼·马库斯表示 他已经向执法部门发出警报 并正在与网络安全公司麦迪安合作调查这一情况 马州来自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十多名医生 在莫德纳公司首席执行官斯蒂芬·班塞尔的家门口 举行抗议活动 敦促该公司与世界其他国家 分享其新冠疫苗技术 医生们还批评总统乔拜登 及其政府没有强迫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 与其他公司分享其技术 他们还抨击了他们所认为的美国向国外输送疫苗剂量的承诺规模不足的问题 据GBH报道 在马州剑桥市的莫德纳总部曾组织过抗议活动 但这是第一次在首席执行官家门口举行抗议活动 莫德纳公司此前曾表示 在大流行病仍在发生时 他们不会执行专利 拜登政府没有对生产新冠疫苗的公司提出任何要求 一位组织者说 在白宫办公厅主任罗恩·克莱恩的家门口 正在举行一场独立的抗议活动 要求政府对疫苗生产公司施加压力 一位政府官员告诉独立报 我们正在与美国公司合作 帮助他们在国外寻求技术转让点 并将我们的资源拿出来来支持他们 总检察长毛拉西利今天宣布 CNV的执行董事已被起诉 他涉嫌从该组织窃取近150万美元 并在宣誓后用谎言来掩盖自我交易行为 曼诺·埃尔杜兰69岁 来自西罗克斯伯里 是CNV的前执行董事和董事会主席 周一被萨福克县大陪审团起诉 罪名是伪证罪 超过1200美元的盗窃罪 以及在公司账簿上做虚假记录 他将于10月20号在萨福克高级法院被传唤 CNV的总部设在雅买加平原 在波士顿和劳伦斯的14个地点 为150多个家庭提供住房 作为CNV的执行董事 杜兰基本上完全控制了CNV的700万美元的预算 指导采购和选址 并管理所有地点的设施维护和人员配置 调查进一步显示 杜兰涉及利用三种不同的欺诈性金融计划 从CNV窃取资金 在2012年至2020年期间 杜兰涉及制造虚假发票和合同 以获得给三个不同供应商的支票 用于支付他人从未完成的工作 在2014年到2019年期间 杜兰通过将发放给一名季节性维修员工的工资 直接进入自己的商业银行账户 成立于1856年的 史密斯·威森枪支公司 将其总部从麻州的斯普林菲尔德 搬到田纳西州的马利维尔 史密斯和威森品牌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史密斯 在声明中说 在整个过程中 我们从田纳西州到布隆特县的整个领导层 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再加上大诺克斯维尔地区的生活质量 户外生活方式和地生活成本 毫无疑问 田纳西州是史密斯·威森公司总部的理想地点 他暗指麻州的任意和破坏性立法 说麻州正在考虑的某些枪支政策 将阻止史密斯和威森制造枪支 而这些枪支在美国几乎每个州都是合法的 数以千万计的合法公民 每天都在安全地使用他们的宪法第二修正案权利 保护自己和家人并享受射击运动 据田纳西州经济和社会发展部称 该公司的搬迁将为该地区带来750个工作岗位 是一项价值1.25亿美元的投资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正在对全国范围内的洪水保险的保费进行整顿 估计麻州近6万名保护中的大多数将收到费率削减或适度增加 但该机构估计有12%的人将看到每年超过120美元的费率增长 一些人将面临更大的增长 联邦数据显示 四分之一在赫尔有洪水保险的居民 今年将收到120美元的费率上涨 而这只是第一年的情况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每年最多只能增加18%的费率 因此政府计划将一些房主的费率增长延长到几年 费率调整标志着国家洪水保险计划几十年来的一个最大的变化 该计划成立于1968年 旨在帮助那些没有保险或保险费用过高的地方的房主 政府表示它正在使用一个新的模型 称为风险评级2.0 这将使费率计算变得更加准确 保护法基金会的迪安娜·莫兰说 许多旧的费率是基于过时的洪水图 而气候变化已经增加了许多地方的洪水潜在的威胁 莫兰说 政府的新模式将从更现实的角度看待风险 以确定保险费 增加建筑物和市政基础设施的灾难能力等因素 以上是这次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